你再碰我一步 我就死给你干 花季少女为何如此激动 究竟遭遇了什么样的非人折磨 是道德的扭曲 还是人性的沦丧 竟然逼得女生选择走向极端 故事还要从不久前说起 女子是一名在校的女大学生 因为爱慕虚荣 就选择了裸带 可是还贷的日子已经到期了 追债的人找到女子 告诉她想不还钱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陪好一会来的老板 只要让老板开心了 钱的事也就好说了 女子无奈只能妥协 老板的车来了 女子钻进了老板的车里 一开始女子还细皮笑脸的 但是老板一脸严肃 老板向女子要钱 可是女子根本没有 希望老板可以多多宽钱 一边说一边脱衣服 可是谁知老板根本不吃这道 女子开始委屈起来 自己明明只借了几千块钱 谁想到利滚利 越滚越多 女子越说越委屈 气氛也到位了 女子索性也不再废话 直接坐到了老板的大腿上 准备上演一场限制级的画面 可是老板又把她推开了 女子心想反正我表示了 情意到了 你不说怪不懂我 老板不耐烦地把她挡出去 老板赶紧拿起了车在记录里 删除了刚才所有的记录 原来她是怕被老婆发现 删除了记录之后 老板就想离开 手下的小弟走了过来 吃别的小弟挨了熊 只能拉着女大学生去了小宾馆 老板回到家楼下 却发现有两个人堵在了门口 原来老板叫杨华 并不是专业地放血印子钱的 而眼前的这两个人也是来收债的 杨华借出去的钱要不回来 自己借的钱都堵到了家门口 眼前的二人明显比杨华专业了很多 你看我这胳膊烂 毁性传染病 那我也得治病 然而平贱夫七百十爱 回到家的杨华又因为其他事情 和老婆吵了起来 杨华一气之下离家出走 他走了 他是松心了 可是要债的人没走呢 老婆发来短信 骂他真不是东西 杨华只能灰溜溜地回家 可是墙上画满了血印子 杨华找到不正想擦干净 却接到了一个陌生的号码 对面传来女子的咒骂声 自己明明都委屈求全了 衣服也脱了 宾馆也去了 为什么还把裸照发到了网上 女子说再不删除照片 自己就以死明智 这可把杨华吓得够强 赶紧找到了女学生 然而现在的女大学生情绪已经崩溃 根本不想听杨华的解释 因为她已经伺候好了小弟 只有这个大老板没接受自己的头怀送报 肯定就是他发的自己的相片 女大学生自知已经无言在见江东富老 于是毅然决然割下了自己的大动脉 杨华赶紧送女大学生去医院 可是女大学生已经失去了理智 疯狂折腾 杨华也是在尽力安抚 因为她也是一个受害者 女大学生在临近医院的一个马路夺门而出 杨华健已经到了医院 而自己也还有很重要的事情办 于是开车走了 他找到昨晚的小弟 此时的小弟正陪着大老板们胡吃海喝 杨华把他叫了出来 质问他怎么搞的 女大学生割腕了 小弟也很震惊 赶紧拿起了手机 谁想到看到女大学生是有发来的信息 原来女大学生死在了医院对面的马路上 两个人都惊呆了